视频赛女单比赛第一轮陈梦4比0击败埃及选手赫尔米 赛后的陈梦对自己的发挥格外满意 陈梦甚至表示自己这条线上的外协选手实力很强 但是这并不影响陈梦进一次夸模式 如今的陈梦似乎越来越有一种 什么人能够新闻起来的感觉 双方第一局的比赛陈梦11比5精神取胜 很明显双方实力绝对不在一个档子上 赫尔米反手弹击失误比较多 完全不像是实力特别突出的选手 就算是平时不看球的球迷 也清楚这个对手实在是实力不 第二局的比赛陈梦接发球抢攻 反拉直线4比1开局 之后陈梦接发球反拉大角度 反手辩证守卫 反手打中路直接11比1拿下 陈梦几乎全是反手进攻 在反手这条线赫尔米几乎还我还手之力 第三局比赛赫尔米反手对攻失误 陈梦通过反手进攻5比1开局 赫尔米正守卫抢攻 将比分追到3比5 陈梦退台反拉下往 都能够拉穿 赫尔米批长反守卫 陈梦反拉正守卫 反手转正守进攻 反手发球抢攻11比5拿下了第三局 赫尔米赛第三局得分多了一些 这来人于陈梦比赛专注度下降导致的结果 陈梦经常在第三局出现这种情况 对战王曼玉的时候 一般都是在第三局开始被对手将比分逆转 从第二局开始陈梦正守反拉 白短正守卫取得3比1领先 之后发反手短球3分 陈梦接发球抢攻 正守变线 直接将比分扩大到8比1 之后陈梦正守衔接失误 连丢2分 反手变成守卫10比3达到局点 之后又反手退台失误 反手加旋转11比4拿下了第三局 陈梦丢分的环节都是不自觉的退台 因为他本身就是防守反击型的打法 现在抢逼着自己打前三板进攻 以此来增加进攻的主动性 但是对战实力偏弱的选手还没有问题 对战实力强的选手连续打前三板 就显得力不成心了 又会回到老路上去 陈梦的德班式拼赛 女单赛事之中 以一场酣畅淋漓的大寿落下的一面 虽然对手的实力并不是很强 但是陈梦其实并没有掉以轻心 毕竟能够参加式拼赛的选手都非泛泛之辈 都有暴握的潜力 而全力以赴 认真对待比赛的陈梦 也在首场比赛中打出了极其玄奏的比分 尤其是在第二局 单局送了对手和11比1 展现出了陈梦良好竞技状态 以及火热的手感 和这个连领工马都一样 对于陈梦而言 大家最期待的是他 能否在本届时拼赛 夺得女门冠军 因为陈梦是世界拼弹 现役选手中最为接近拼弹 大满贯得主 所以本届时拼赛 陈梦的每一场比赛 每次发挥都会受到极大的关键 手战开门红 而且还是大比分赢下比赛 陈梦自然又成了网友和球迷关键的交易 而对于这场比分差距悬殊的比赛 陈梦在赛后接受采访时 也表现出了很谦逊低调的态度 他表示虽然比赛是大比分赢下来的 但在赛场上每赢下一局以后 都会提醒自己不能放松 陈梦接受采访时还表示 不只是自己会提醒自己不能放松 马里马指导也会提醒他不能放松 陈梦有这样的心态 对于他参加本战时拼赛而言 绝对是利好的 说明了陈梦对于每一场比赛 都十分的看重 最后这一球 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 陈梦已夺得了本届时拼赛女单冠军的那种渴望 以及决心 说实话 陈梦真的特别需要这样一个时拼赛女单冠军 他比孙颖莎和王范玉都需要 因为如果陈梦夺得了时拼赛女单冠军 那么国拼队来自世界拼坛 将会再一次担上一个新的拼坛大门冠的主 这是属于陈梦的荣誉 当然也是属于国拼队的荣誉 对于陈梦而言 第三局的局限 可以打了第三局 目前打美梦三名领先了 因为陈梦只差一个时拼赛女单冠军 就能实现拼坛大门冠 陈梦率先得分 目前双方的世界排名呢 一来有孙颖莎和王范玉的激励竞争 陈梦的时拼赛女单冠军之内本来就不容易 二来陈梦的年龄也摆在这里 如果陈梦在这一届时拼赛上 没梦独赛女单冠军 那么对于陈梦而言 在后续的时拼赛中 实现女单冠军的梦想 难度会进一步增大 对方的基本功呢 所以德班时拼赛是陈梦冲击拼弹大门冠的最好良机 而陈梦如果想要继续鼓固和提升自己 在国拼队的历史地位 那么实现拼弹大门冠的成就 绝对是一个最有效最强力的加分项 我们也一起见证和期待陈梦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从前面的几球来 这样顺风顺水 毕竟说句实话 留给陈梦的时间的确不多了 或许巴黎奥运会陈梦 仍是最大的参赛热门人选 但以当前的形式来看 孙颖沙和王曼玉 无疑是更受认可的核心 所以陈梦如果能在 本季式拼赛夺的女单冠军 实现拼弹大满贯的梦想 那么对于陈梦而言 在接下来国拼队的奥运赛事选拔 以及后续的赛事中 会有更多的信心加持 以及实力的绽放 陈梦在接受采访时 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了 谦逊低调的态度 说话并运向东西奥运会 读的奥运女单冠军后 接受采访时说出的那句 我的时代来临了的豪言壮语 哪怕大比分击败了实力偏弱的选手 陈梦也表示自己每赢下一局后 都会反复地提醒自己 谦逊低调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也是一种个人内心强烈的情绪 不外露的一种表现 陈梦知道 拿不到士兵赛女单冠军 在镜头前说的任何话都没有意义 都如镜花水月般 只是一种空谈 所以当记者问陈梦 在本届时拼赛的目标时 陈梦甚至都没有说夺冠一事 他只是表示自己要做的 就是把每一场比赛都打好 或许在陈梦看来 浩格远不如脚踏实地来的 更为实际 因为他不是一藤美城 不需要通过一些张扬的话语 来提升自己的存在感 所以在被问及目标时 陈梦并没有去考虑 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 甚至决赛的一些 还不到时候的事情 他只是表示自己所在的这条线 一样有很大的挑战 在陈梦看来 自己所在的这条线 日本选手会是他很强的竞争对手 其中陈梦重点 大比喷2比0领先 第三阶上来也是一场 除此之外 陈梦也提到了 颗粒型打法的选手 陈梦说他这边颗粒打法 怪交特别多 所以还是先把每一场比赛完成好 不得不说 诶 这运气说 陈梦的想法是睿智的 也是成熟的 因为有时候你去展望未来 正手反手都行 其实这仅仅是一种畅想 因为当你还没有走到那一步的时候 所有的畅想只是一种空想 往好的一面去说 是一种激励你进步的力量 但是畅想未来 首先你需要坐好脚踏实地 如果当前面你都没能走下去 又何谈未来 进攻的稳定性 陈梦自然也希望 夺得时兵赛宇当冠军 因为他比任何人都可要这个冠军 但有句话叫做欲速则不打 想要成就大事 首先要沉得住气 现在的陈梦比之东京奥运会 时期的陈梦 更能沉得住气 而这也是一种成长 一种进步 我们都知道陈梦作为一名优秀的 乒乓球选手 曾经风光无限 但近期的表现备受争议 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 他在近期的动态 那本届世兵赛呢 陈梦这个半球 首先 我们来回顾一下陈梦的历史 陈梦曾经获得过奥运会的冠军 世界杯的冠军 但距离大满冠 只差世兵赛的冠军 所以本次世兵赛 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但是陈梦在最近的比赛中表现并不出色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在场上的状态也持续下降 并且体能各方面都受到影响 而在近期的德班士兵赛抽签完并后 我们可以看到 陈梦在下半区里面最大的劲敌 是日本选手伊藤美成 虽然在之前的对战中 陈梦取得领先的战绩 但是时刻这么久 双方即将在此交出 陈梦能够击败伊藤美成成功晋级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陈梦的实力和潜力 他曾经是中国队的主力球员 并且拥有出色的技术和经验 虽然最近的状态不好 但我们还是要相信 他能够在比赛中发挥出自己的手 希望陈梦在对战的过程中 保持心态平衡 取得理想的成绩 如果在上半区里面 陈梦成功晋级 那么接下来将会面对 在本次对战中最大的竞争对手 就是队友的选手王曼玉 从两个之前的交手来看 陈梦的实力在王曼玉上放 但是王曼玉死前的比赛中 都取得很好的成绩 并且他在场上的比赛很出色 更有趣的是自己的失误 在21年的时候 陈梦和王曼玉之间的对决中 王曼玉成功击败了陈梦 而在接下来的士兵赛中 这两位双手将会成功出 那些精彩的对战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